這控制風台在頭剛才的 沒有1.4時 是已經對台東成功定了 尤其是會暗地出海 這要到明天的過島之後 不方款才會完全離開 方向後也會等到明天才會通過 我們先來聽起雙宿 上次的歲月 1點40分的時候 台灣附近的地面側站 有觀測到屬於颱風登陸的情形 那在這個回撥圖 以及配合地面觀測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在颱風登陸的這個當下 1點到2點這之間 所觀測到的比較大的風勢 在花蓮縣的風冰箱 有到14級的陣風 而在台東縣的長冰箱 也有14級的陣風 這兩個側站都是位於 登陸地點的比較偏 北邊這邊的位置 在今天的下午2點鐘 康瑞颱風的位置 是在台東的這一帶 約台東市的東北方 40公里左右 隨著它逐漸的往西北移動 我們預估在今天的晚間左右 有機會從中部附近出海 在出海之後 來到台灣海峽這一帶 到了明天的早上8點鐘 會非常地接近馬祖一帶 而後續逐漸往北北東的方向移動之後 會逐漸地遠離我們 所以說在明天的上半天 台灣各地有機會脫離它的暴風圈的影響 但是馬祖附近可能要等到下半天 而這個時程還是要是 颱風它借時減弱的速度 以及移動的方向而定 那我們再來看到在降雨的情形 剛才所提到康瑞颱風的環流 所帶來的強降雨是相當的顯著 那這當中除了持續性的風場位 花冬這一帶所帶來 移花冬這一帶帶來的降雨之外 這當中也伴隨著明顯的短延時強降雨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小時的雨勢上面 有超過40毫米的是黃色的這個區域 那其實部分都有來到接近70到90毫米 而在100毫米的部分 小時的雨量就下到100毫米左右 像是在宜蘭山區的鄉鎮 以及花蓮的這一帶 都是相當顯著的雨勢